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两起离奇死亡事件 死者是一个军火商和一个化学家 两个人的尸体被烧成了焦炭 看表面也发现不了什么 我和好机友来到军火商的工厂 调查他生前的情况 工厂的负责人告诉我们 作为一个资本家 他有很多仇人 还有一个特殊的癖好就是自恋 这也是他不想结婚的原因 他自恋到恨不得跟自己结婚 这简直就是自恋狂啊 如果长得帅气自恋我也可以理解 毕竟我也是这样的人 但是他这张脸我就想不通了 这个时候有个工人身上着急火来 大家迅速扑灭 问其原因是工人身上沾满了火药 遇到了火花就很容易燃烧起来了 我推测死者的衣服上也沾满了火药 负责人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的衣服 每天都有特定的人擦洗 不可能有火药的 但是我还是去找了 那个特定的洗衣工 好机友看那些洗衣服的姑娘 看着脸都是大兄妹子 像油画一样美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蜜 呀 兄弟 呀 兄弟 不能告诉你 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 我又想起你 多提多着 正是 我们找到那个装本给军火商擦衣服的工人 他很慌张 一直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做 很善良 不过在我们的逼问下 他说他收到了一封信 里面的内容是用血液写的 大意是不让他擦死者的衣服 他很恐惧 很绝望 认定机型人就是魔鬼 所以就不敢擦洗那件衣服 最终导致了两个人的死亡 我们又在两个死者的帽子里都找到了一个金单子 而我也认出了这种金单子的主人 这不就是我的老交换吗 我跟好几友说这个案子我自己来 既然跟我的情人有关 你就不要插手了 他很开心 喜滋滋的就去找媳妇的姑娘了 我的情人是巴黎著名的歌迹 我找到他 认定他就是凶手 没想到他否认了 对我说他也收到一封信 写的像情书 让我把金单子放在他们的帽子里 他以为是有人搞恶作剧 要制造绯闻 也没带意 就照做了 这三个人经常一起来找他 并不是进行不可描述的交易 而是让他给他们做保养 他们希望能够拥抱青春 哎 这三个全是自恋狂啊 他一共放了三个三子 也就是说还有一个人活着 他就是城里的医生 我赶紧去找医生 可惜最终也没有记得了他的性命 在医生的家里 我看到了一个神秘人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他戴着一块镜子做面具 像个魔鬼 追了半天也没追上 医生的妻子沉迷鸦片 我找到他 他告诉了我他知道的线索 首先自己的丈夫是极其自恋的男人 夫妻之间已经很久没有过性生活了 脸上的皱纹使他懊恼 使他烦躁 他在寻求一种长生不老的药水 一天他们三个有共同爱好的人 又聚在一起讨论永保青春的办法 一个诡异的声音打断了他们 声音说他可以提供永保青春的药水 不过有交换条件 他需要储女 大量新鲜的储女 大量干净的灵魂 他们答应了神秘人的条件 夜幕降临 他们来到红灯区 红灯区不仅有很多性交易场所 还有许多穷苦人家 他们在这里收购储女 然后把他们用马车送给那个神秘人 送了几次之后 神秘人并没有给他们要 他们就决定不送了 终止交易 因为这个他们引来了杀身之祸 我感觉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我坐上医生家以前运输储女的马车 马儿们带着我来到一个神秘的地方 这应该就是凶手的老巢了 我摸进去 在这里寻找我想要的证据 突然神秘人出现了 我们两个打了起来 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他不仅会各种贴身格斗技巧 还会日本忍受 哎 惹不起惹不起 但最后我还是打碎了他的面具 失去面具的他仿佛弱了不少 马上就消失了 我环顾四周 这里像个屠宰场 死去的女孩挂得到处都是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血已经流干了 他们的血滴在面具上冒出了青烟 面具已经有了生命 靠处女的血来维持 我把玻璃面具带回家 猜测神秘人会再找玻璃厂做一个 会这种加工工艺的吹玻璃工人并不是很多 我决定去玻璃厂赌他 又是一场恶战 我又被打败了 被打进这个火坑里 我死后报社大肆报道 有个记者突然出现 找到我的好机友 说要给我写传记 好机友把自己的经历 从头到尾跟他描述了一下 并且提到了我的老乡好 记者又找到我的老乡好 老乡好也跟他描述了一遍过程 并提到了红灯区 记者又跑去红灯区的老宝 在那里收集信息 他为了写传记 先后拜访了报社记者 医生的老婆 政府官员 这些人在他离开之后 都被神秘人杀害了 难道神秘人在跟踪他吗 他还潜入了我的住处 找到了那片小镜子 表面他是在为传记找素材 实际上有什么阴谋 谁都不知道 最终他和我的朋友们 也来找那个 制作镜子面具的吹玻璃工人 我摘掉围巾 卸下假眉毛 假胡须 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们都惊呆了 我能感受到 他们灵魂深处的震惊 而这个吹玻璃工人 就是我假扮的 现在我给大家揭露 事情的真相 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 我打不过他 就想了一条计谋 跟工人们商量好 炸死 我知道我死后 第一个对查案过程 感兴趣的人 肯定就是凶手 因为他要杀掉知情的人 要证据 记者见事情带路 马上变身扭头就跑 刚好进了我的圈套 他跑进一个四周 都是镜子的房间 每一面镜子里 都是他自己 我打败了他 释放了禁锢 在镜子里面的灵魂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个人认为 这部油画一般的电影 值得大家去看一下 毕竟里面有很多福利镜头 还有可以顺便了解一下 法国的历史 好了喜欢的朋友 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